主料,低筋面粉80克,花生酱45克,黄油715克,辅量,糖粉35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黄油7小块是温内解冻,加入糖粉,用打蛋器打到顺滑状,温量4加入花生酱,每次都让花生酱与黄油完全混合,面粉过筛,烤箱170度预热, 用半刀翻直完全均匀,装到表花袋,放烤箱,上下火,170度8到10分钟,关火后烂两分钟,烤好了,晾凉以后可以放密封壳中保存4天左右,烹饪技巧,如果没有的调上下火的烤箱,烤到7分钟时,最好把饼干拿上一层,如果喜欢粉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